大家好 我是游泽 带你们来看看我十月的菜 看看我家后院 丝瓜 冬瓜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黄瓜 但是基本上已经都要拉藤了 天现在渐渐冷了 藤冬瓜还在接 我已经收摘了两个大冬瓜 都在嘴巴多一点 我把冬瓜跟鸡汤煮在一起 喝了别的香 自己种的冬瓜 跟超市买的就是不一样 这里来讲的两个年轻瓜 三个 丝瓜也收摘了不少 我有鸡蛋、酸鸡煮的汤 我的最爱是四瓜炒毛豆 这里还有黄瓜 豆苗 打排菜 这是Sam给我做的一个架子 看看 这是冰菜 这是娃娃菜 上个月还是小苗 现在已经长那么大了 这个也是冰菜 这个芥菜 大叶子我已经做酸菜了 这是桶蒿 这是桶蒿 这是白菜苗 芋头 我已经拔了 收摘了一框的芋头 把芋头洗干净以后 放在手里边让它煮烂 然后把皮包了 然后起油锅 放一些咸肉 咸肉切片后 先把咸肉炒熟了 然后再放顶头 让它小火慢慢的焖 这是我朋友用这个咸肉 特别的香 所以我不需要再放圆 和任何种料 最后放在砂锅里 撒一把葱 可以很主食 也可以养菜 特别好吃 这个菜还是小苗 这个芥兰 我已经吃了一批了 我是怎么做芥兰的呢 先把芥兰叶子跟杆子 封开 洗干净 然后把叶子切断 把杆子切片 再锅两片大蒜 起油锅 放上大蒜 然后先把杆子放点盐 炒熟了 再放下叶子一起炒 放上海鲜蚝油 放上蛋 让它焖一会儿 再翻炒几下 就可以起锅了 这是我日天要吃的 用上的量 然后种了好多蚕豆 这个好像也是这个 这个好像也是这个 记得油麦菜吗 已经长那么大了 可以吃了 然后窩笋 窩笋我也已经开始吃了 这里是一颗窩笋 和好几颗的窩笋面 我也说放点油 放点大蒜 放点盐 就这么清炒 窩笋面有它自己的清香味 所以除了盐 我什么都没放 这空心菜 现在让它过冬 所以都已经剪了 这个是豆苗 已经开花了 这里是芹菜 芹菜我种了 自己发出来的 送给朋友好多 这个是萝卜 圆的红萝卜 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这是那个 baby西兰花 这里种的是 大头菜 这也是baby西兰花 这个芹菜 我是挖掉 它又发芽 挖掉都又发芽 就是一颗芹菜的籽 我全部撒在一个盆里 然后它发出来一点 我移摘一点 发出来一点 移摘一点 移也移不完 这个是胡萝卜 土豆 这里又是蝉豆 这个也是莴笋 都可以吃了 因为种的早 因为种的早吧 所以就 它的那个叫什么 杆子就不是很粗 但是已经吃叶子 吃了两次了 这后面种的是生菜 蚝油生菜 生菜出水后 浇上蚝油和海苔鸡 特别好吃 你可以试试 这个是大白菜 蟹菜 大白菜 这里也长着豆苗 然后这个是牛菜 这盆也是萝卜 种了两盆萝卜 然后这个是黑莴笋 它的笋特别的 特别粗特别大 这也是蚕豆 这是菠菜 还是小苗 这个种子床 种的是上海青 这是买的一个种子床 然后这是自己做的 然后紫扁豆 还有在接 但是这些都是准备留纸的 韭菜割了 又涨了 这是刚刚分盆的韭菜 送了一半给朋友的 现在来看看前院 这也是一个架子 那下面种的也是芥兰 莴笋 这也是挖挖菜 葱 这个也是挖挖菜 这是塔菜跟菠笋 这个种植床 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下面是塔菜 刚刚出的小苗 刚刚出的小苗 这里种的也是塔菜跟大白菜 这个豆已经可以吃了 这羊排我种的是火龙果 有白色的 黄色的 红色的 紫色的 一大堆 记得这块地吗 夏天的时候是种辣椒的 现在我全部种了蔬菜 这个是拱菜 拱菜 和芥兰 A菜 这里还有花叶菜 花叶菜 现在还是小苗 再来看看这里 这里 这里种的是萝卜 蚕豆 这个是马兰头 马兰头开花了 这都是萝卜 这个是大白菜 蚕豆 这是生菜 看这生菜多大 看看我的玉米 没想到 我种的很晚 差不多是9月底种的 这是糯月米 好壮 但是好像还不能收 看看这个白萝卜 萝卜都已经 开始长出来了 白色的萝卜 这里还有三颗螺丝椒 因为它还在开花结果 所以我没有拔 我还收了不少 好大一颗虫 看到吧 它们吃不了外面的叶子 就吃大腥 所以经常要出来看看 我把芯子吃掉就完了 这才就是 这颗就特别壮 你看这里的 看看这颗萝卜 好大一颗 这是另外一块架子 都是子子孙孙的草莓 上面这颗在开花 结了不少果 这里一个小花盆 种了一颗紫的卷心菜 这是西葫芦 不知道还能不能长出来 大蒜 还在发芽 这里我还在发苗 这个都是生菜头 有两颗蚕豆 这是朋友送我的一颗肉肉 长得好漂亮 这是左手香 把它掐一个枝就可以这样 它就种出来了 这里 也有好多 这颗也是很漂亮的 下面讲讲 我是怎么种冰菜 从籽发芽 然后种籽 这道餐做 这些朋友送我的 冰菜籽 只要有一颗花类 把它撕开 它里面有好多好多籽 拿一个豆腐磨 不要开洞 放在糖栽 然后把它完全浇湿了 拿一颗花类 把它撕开 里面就有很小很小的籽 把它撒在土的表面 然后撒上很薄的一层盒 把水浇透 浇水的时候小心 不要用太急的水 它冲好了 这个种子 然后盖上盖子 一星期以后 它就发芽了 因为没有光 所以它的芽有点黄黄的 然后把它放在眼光 但不是太阳下这个地方 让它裂苗 它们长到三片叶子的时候 那就可以分盒了 现在春雨天老虫 所以苗长得比较慢 要你耐心 让它慢慢的碰到三片叶 而且苗长成三片叶子 就可以选比较壮的来分盒 就是分盒两个星期以后 它就长这么大 长到这么大了 就可以采盖了 然后洗干净以后 把它沥干煮一份 大的叶子可以把它撕成两块 然后浇上这个Postco买的 芝麻酱 再撒上一些海苔芝麻 就可以吃了 下面来说说 怎么种蒜黄 每年这个季节 我都会种一些蒜黄 我在Costco买的那个大蒜 然后把那个皮扒了以后呢 先放在水里面 让它泡了几天 让下面的根泡软了 然后就放在这样两三英寸 高的容器里面 每年放了洪灾土 浇湿以后 就把大蒜刻刻放下去 然后在太阳下每天浇水 等它把芽花出来了 绿的苗长出来了 把绿苗剪掉以后 盖上盖 一星期以后 我撒一些水 十天后 我就采摘了第一批 采摘完后 撒一些鸡水 然后再浇一些水 盖上盖 十天以后 又可以采摘了 就这样重复 可以吃好几茶了 在家可以多种几盆 可以用香肠啊 鸡蛋啊 腊肉啊 一起炒好吃 特别的香 而且非常的嫩 就是我做一个第二盆 先把绿的剪掉 浇透水 这个盆下面也是没有动的 然后盖上盖 捧着去蒜黄 记得盒子千万不能让它透光 有透光的地方 用胶布 让它遮光 然后盒子越高越好 这样蒜黄就不会倒浮 我有看到朋友是用塑料筒把它盖住 塑料筒不太透气 然后尽量少打开盒子 遇到太阳落山的时候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 让它回来 YES Y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